那有六位朋友們想要問我 對開放銀行的開放 以及對跟建議之外的提醒 以及建議完成它的問題 開放銀行當然就跟我現在在講開放政府一樣 那意思不完全只是說 如果我們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謂的這個MyData 很多話會這個減量變在上線 就是你要按一個鍵 就下載全部的資料 而且能夠把它帶到別的地方去 所謂的資料可吸權 這當然很好就是透明的部分 但是開放另外一部分就是 剛才講的inclusion就是含用的部分 就是本來比較沒有辦法 接取到這些金融服務的朋友 有沒有可能因為城市 他把就是人工的成分 解決到其中一種 容易接取到位置 像我們金融沙和裡面的EI 大家可能都已經二手能想的 就是讓這個比較年紀輕的朋友們 他之前沒有一個信用 帶他一個紀錄 而且他可能也對於 區範了一定會的手續 並沒有那麼的熱衷 但是有一天他還是想要 他就可以去把他在辦 一個手機SIM卡的時候的 QIC當作開放式來使用 以及他就可以去把 把他打開小電線 跟人們的上傳接 去當作他的行動作來使用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因子 就是本來沒有辦法 接取到服務的 你透過開放式的這個做法 讓他也能夠接取到服務 當然所謂的重新 大概都是目的外利用 就是本來那個SIM卡 QIC但不是用來做這件事情用的 所以中間這個風險就必須要重新計算 這就是若使我們在一個有限度的 控制住他的最高可能的風險的情況下 去先做一個效型的測試 就是沙盒的精神 這個測試應到了一個不錯的情況下 他掌出了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會讓更多的一群人 來接取進來 當然目前開放銀行 在台灣才是 才開始幾年的時間 所以有一些傳統上面的金融機構 當然已經開始往這個方向走 像國方會買給他平台這個地方 好幾家平台有加入 那但是有一些 會比像說出去服務宿舍 或者是說在民間的這些 比較是以社團為組織的 這樣子一種做法 可能會看出管單位在內省 或不是金融的這個關係 就還沒有被加入這樣子 一個服務會金融的一個地方 但其實如果像我 常常去走到 民宿地區等等的話 他們很多的金融服務 還是去透過這樣子一種 比較不是傳統的 大的機構的金融機器 來做到 那這也是我的提醒 或者提議吧 就是說監禮機關 當然你們有你們 這個做監禮的這個部分 那即使主管這段不是你們的 但透過開放銀行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好像都會在 金融沙盒園輔導新創團隊 他本來也不是拿到 就是什麼特許執照 能夠去跟現有的這個作業 進行一個良好的共同創作 那說不定這種非典型的 市場公司會所主管的 這樣子一種呢 就是金融的 工作者看 其實也是有融資的方法 還有儲蓄嘛 這樣的工作者 大概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的 因為如果他沒有辦法接取的話 那他大概會進入 就是比較灰色的底下 你還看不到 然後這樣子一個範圍區 那可能對大家也不一定是什麼 就是很好的事情 除了 還是要讓 我們現在這個 就是灰色的底下 都轉敗了 然後不是灰色的底下 都必須一些灰色 生灰色 然後就變灰色了 那有這個網站上詢問說 如果要欣賞者 有負責任的寵新的這個概念 那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我們要先問說 所謂的負責任是負什麼責任 那我們在金融上面 當然大家會知道叫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在日本翻成說明責任嘛 就是說有問就必須要回答的 這樣一種負責任 那說明責任四個字 比較長 比較不好記 所以我在這邊都翻成交代啊 就是說 Accountability就是給得出交代 那負責任當然是這個機構 內部他必須要給得出交代 他必須accountable 雙方向會計人員 是做這樣子 審計人員做這樣的事情 但他對外部 他在責任上面是說 我必須要說我這個機構 他存在 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 對外部取得一個交代 他這邊可能會很不好 他不能創造不利的外部性 那這個部分就是對外交代 對內部的出交代 對外部的出交代 所以雙面交代啊 就是accountability 對我的這個意思 那所以所謂負責任的創新 到底怎麼落實呢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 就算不是這個 公開發行上市的公司 也能夠參考 免負責任循法項目標 現在公辦公司 當然在台灣 然後超過一半用GRI了嘛 大概都是用這七項 用循法項目標 來對內對外 給出交代 那在實際上 我們在社會創新品牌 SI-台灣.GOD.TW 就是希望 不是共發的公司 甚至低手型的公司 甚至是合作社 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協會 經營負責任循序 等等這些組織 都能夠共用這時期 去發展目標 來對內對外 都給出交代 那只要能夠順利的了解到說 好比想說一下 我們在這邊 負責任的身份消費循環 這個 它就是在追尋這個經濟的價值 但是又是追尋環境的永續 在這個交界點上 在這裡面的工業化 跟創新 這個綠色金融 這個碳交易啊等等 這些東西 就非常適合在這個界線上 它一方面對外部說 你如果投資我 環境就可以變得更好 比你自己投資 去這個目前做這個比較 就是後段的回收 要有用於我的前端 透過開到科學啊 透過設計啊 就已經能夠 節省很多的碳排放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又可以促進 然後工作跟就是經濟的成長 所以就是透過這種 脆弱嗎 三重理見的這樣一種方式 去得出交代 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但是以前大概都只有在 就是公發的這個階段 我們去引導啊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希望說 而兩百萬大小 或者是現在上 就先告訴什麼社會上 它在尋環環檯上面 到底要做出什麼事情來 有三位朋友們要問說 有人說三位缺德 發放的方式太複雜了 我的看法是怎麼樣 每一個方式都很簡單 而是公式很多 所以很負擔 那它確實啊 就是說我們本來是只有那個 就是電子階邊嘛 數位階邊嘛 就是花三千零兩千 這個其實非常地好奇 也非常地容易去使用 那而且也沒有什麼成功可憐啊 所以很棒 那但是呢 就是就像當初 口罩的方法一樣 就有人這個尖銳指出說 我們去用這個電子飄針也好 行動水庫也好 信用卡也好 有這樣子的習慣嘛 不是一年之內有過一次這樣的消費 是平常就會這樣子消費的人 在台灣大概就是一半左右 當然各位是專家 可能會有一個很明確的法術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天花一半都沒有 就沒有辦法參與到真心這邊 那口罩的那個時候呢 當時我是被 陳欣然副委員長說服啊 他說 因為一開始我們推行食民吃的時候 其實各位要知道 我們先是在便利商店 是主要是做食民吃的 那便利商店 就是每個人只能買三天 不然的話貴員就會說 哎呀這個不行再來 但是問題就是說 可能想買過了 來二福也不會知道 你已經去OK買過了 我現在演講到四個都會講 要跟你們要合作啊 OK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說要多次面對 雙花的這件事情 那要怎麼解決呢 那最這個 你會解決 最直覺的解決方法 其實各位應該都已經想到了 就是我們規定只能用機名悠遊卡 或者是電子電票電池等等的方式 來進行口罩的購買 其實這樣就好啦 因為這樣子 不然在連卡那邊 或在其他地方 他不然就可以去進行一個 就是避免雙花的這個動作嘛 那隨著使用者來 他不用改變他的支付習慣嘛 他只要用機名悠遊卡 或者是用這個手機行動支付 或者刷一個信用卡 他就可以在便利商店 一樣每個人買 兩片或三片口罩 他在隔壁的便利商店 那他一對賞 POSE就會說 Andy已經買過了 那所以 絕對啦 那個是先寫好的 但是那個是我們知道 過了一個月之後 就是二月開始藥局之後 我們到三月 到四月 才把我們剛剛寫好的那個東西 把它上路 那為什麼我們拖了一個月 然後讓他去藥局台隊呢 絕對不是我們喜歡 大家去藥局台隊哦 而且當時信派非常告訴我們說 欸 這樣只有一半的人 可以買到他口罩 那如果一半人只能買到口罩的話 那就我們口罩主來做了 因為他們在公共衛生上面 你要把R10控住的話 至少至少要到清晨 難道八成九成 二次才能控到地獄衣 你要是如果控到地獄衣的話 那我們每天 就是生產兩千萬元火灶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就是在普貴的這個角度 你不需要去運用 大家都會用了一張卡 也就是說 所以說並不是金融卡 大家知道刷金融卡是資本主義的世界 一般的人有這樣子一個習慣 但是刷健保卡就是社會主義的世界 這個所有人都有這樣子的習慣 那這個習慣呢 包含就是甚至不是我們移工啊等等 也都有健保卡 不過他工作超過六個月了嘛 所以後來我們就只好去 這個連夜開發那個刷健保卡 然後去用萬星廚房間的那個間園 稍微改一下 就變成在藥局的落區的 欸 真的就超過七成的朋友 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追取到口罩 然後我們最後看到剩下的兩層 大概都是沒有跟家人一起住 而且工作時間很強 所以他下班要事業下班 那這些朋友 那這些朋友 我們講 在帶你去跟之後 透過街網關一通啊 把他塗上 那他就可以獻上去拼購 那後來我們就發現 這個人那個是很認證 是靠他的SIM卡是他自己名下 那是移工朋友 或者街場的家人幫他辦個手機嘛 那這個時候他的SIM卡 是不在他名下 他的2.0也不太好 因為最後表達1000多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怎麼辦呢 就是用這個在便利商店 叫地向水塵的方法 把健保卡帶去便利商店 在Piazza操作 操作之後到櫃台 也是付現金嘛 那這樣子我們才到達 超過九層的這個涵蓋率 所以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 不想去推這個 就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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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等等 而是說 當使用使用使用的時間 還沒有改變過來的時候 不管是口罩也好 或者是3G圈也好 其實我們很難去說 那大家非得 可以做這件事情不會 所以在台灣我們這邊 就必須要再發明一個做法 就是買錢換三千 那買錢換三千 跟刷三千 跟兩千 同時平準的時候 讓我們在哪裏 放四個數字 這個時候就會感覺複雜了 所以我們就一直想要說 沒有啦 你就是平常用什麼消費方式 就用什麼消費方式 那就是我們目前的設計方式 那至於這個促進這個熟悉QR 這個任務啊 就交給slider 不是 就交給我們的那個一方券 這個什麼 各裝券啊 流券啊 這個動資券啊 什麼 來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就沒有辦法在三位券的這個地方 來進行 因為就是很多的碳上 他們就是 就是你要說 那你一定要去安裝一個 就是ampost嘛 就是你能夠去掃這個行動條嗎 或者像一方券那個街頭藝人的那個情景 說真的 他正在演奏 他也沒有辦法拿NBOS截然後來掃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必須要是一個Static QR Code 然後你還真的有裝一個app 然後去做一個正早的這個方式 來進行付款 他沒有辦法去執行煩躁的這個流程分 那所以就是說 要一地之一 你看實際上受到疫情 最影響最需要振興的朋友 是哪些時候 就會發現說 一下子要讓他們全部都到入NBOS 不是非常的實際 所以這次再被券 確實在角色上面是有意見 對 有這個三位的朋友們這個問 不過我這個追問 我已經答應說的追問要注意 所以我來處理一個追問 追問說好 那我剛才有提到用健保卡來口罩 那我們要怎麼樣加強 國家的數位的基礎建設 非常好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數位基礎建設 大概我們分成四項 當然你們好幾個是DIGI Digi嘛 就是Digitization In a Relation of Disinclusion 就是剛才特別強行 Digitization的部分 但是前面還有Digitization 就是現有的東西把它數位化 就是淺加電子化政府的那個部分 然後呢這個基盤 不好看這個平關 不要忘記等等 那另外就是Innovation Innovation就是目的外利用 就是說去營造一個 你做目的外利用的時候 你不會立刻就被破壞了 但是你也不會立刻就破壞了 但是你也不會立刻就破壞了 而是你在創新的時候 必須要給你社會一個交代 給得出交代 社會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它就慢慢的導入正規 這樣子一個Innovation的一個環境 那第三個就是Provenance 就是我們自己在進行治理的時候 我們也要給得出交代啊 後面像說 剛才講的國發會的I-Veta 就是Provenance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資料體系權 我們是確保說 部位跟部位之間 透過像T-Row 這樣子的一種交換的模式 就是能夠把這邊所累積出來的資料 給耐電在使用者同意之下 對他人生有好處的情況下去使用 那這樣子一種Provenance的模式 就可以比較 不是好像一個木偽 但是能管他自己裡面的資料 而是說他可以很充分地去創新說 那我現在是 好像說內政府統計處 那我已經知道說 也有哪些偽老建築 但是呢 我不是很確定說 也有那些長者住在偽老建築裡面 沒有辦法收到 我們的偽老建築的 偽老毒等等的這些的同事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服他 那但是呢 問題不難沒有別人是知道的 欸這兩個部分 只要是在這個統計的層級 去加以勾集 欸他就可以進行 流出公式的 服務的一個遞送 那像這些 確實是質疑上面的一個創新 那就是透過像 總統媒體歌頌 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 那所以就是這四個Pillar 如果能夠兼顧 而不是因為一個 去犧牲到另外三個的話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技術建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這個健保卡買口罩 1.0 2.0 3.0 到最後4.0 4.0 這個大家可能有參與 大家如果沒有參與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4.0的這個傳過 口罩4.0就是 這個護臺灣駐世界嘛 它是一個用選擇 全區換顯明權的一個交易系統 也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1.2.3都沒有用的話 你事實上沒有領得買的口罩 等到你已經不能領的那一刻 你就可以去健保快樂同說 我要把它捐給你 全世界的醫護人員 那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70萬 7337人 貢獻了580萬片的口罩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資料合作 是一個這樣子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 他自願的揭露 這個絕對不是強迫集到 而且他可以選擇要默默欣賞 還是要公開 大概各一半 那這樣子的話 他也沒有什麼各資被公開 其實就是他的名字 以及他是哪一天 不到小時 做出這個 他的那一天 到底有哪些 這個沒有領到的這個 口罩的額度 他願意去讓我們的 這個外套部提供 給全世界的醫護去進行的 人道的這樣子一個援助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如果答我的名字 好 這邊看到唐鳳 對全世界有36片的援助 不過這個不是我自己 一個人完成的 我只有6片 其它是唐鳳品 唐鳳品 唐鳳仙 還有一些外文名字 可能提供朋友 想要幫助全世界的朋友 可能都是在這上面 可以這樣揭露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 堅固這四個不就外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它同時是實際性 就是很多人 因為你使用這款配套 資料建範存值這件事情 這個是本來在紙本的部分 數位化 那它是 Innovation 確實因為這是目的外的用 從來沒有人想過說 這個你沒有去做過的這個 這個領取的這個額度 竟然可以換點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呢 就是顯明權 那絕對是Innovation 那但是呢 它也是Movines 因為這樣大家就慢慢開始習慣說 要我們把自己的資料補起來 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大的公共的這個價值 而且我們有一個跨部門之間互傳溝通的這樣一套 Data的配套 就這樣子做到的 就是從 就是其實 一開始這個系統 並沒有那麼 就是 在恨復裡面 那麼容易 是因為這個網站 其實是他們的 就是護理那邊的 因為它是世衛 是護住年 是一個護理師 助產生的這樣子一個網站 那然後這個app 本身當然是健保術 但是這套配套 就是機關術所commission的 所以其實三級機關之間的護膚 在口罩4點的這個案子 就是Data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最後當然它是 因為它讓所有的 剛剛提到的移工朋友 或是對國際外交的興趣的人 等等都可以變 每拉入變成發生的一個管道 不會看起來好像是 都是這個我們特定的官員 在那邊選出口罩 而是所有人都是 就是我們國民外交的部分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 而當我們在退出3.04點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忘記一點 而也沒有啦 要舉的要是 如果來忙的話 當然是可以退場 但如果覺得說 現在終於不太需要排隊 我們可以開始賣一些 不知道工程廠 什麼之類的 像是健體的東西的話 那很多人是願意留下來 所以他們還在服務 他們的社區 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優勢 在這裡面最一開始 是最重要的 那他們當時是 擔任職工的角色 那我後面當然有 就是編解預算 旅行有通過 有匯徒啦 但當時我們不知道會匯徒嘛 所以是一個職工的角色 而且也是一個衛教的角色 專業者的角色 而且也是去承受 這個民眾的一線 才有情緒 所以 再次非常感謝 而且要適合適合 而是一個 越來越遠的地方 有三分問問說 因為社會社會社會 願景的如何 何時會達成 我們其他國家 可以啊 會是在哪裡 所以才會有非常好的問題 這陣子的願景 以我自己來講 那就是剛才講的 這四個Pillar 這四個Pillar 是必須要同時 並舉止 是一樣的 就是創新 跟彈用 必須要入位 必須要同時 堅固 那我們治理的這個能力 跟我們的這個數位化 我們不能一味的 數位化 沒有治理的能力 但是我們也不能 也會強調我們的堅定的能力 但是呢 就覺得說 職人的好堅定 我們就繼續用幾分 也不是這樣子的 對 那所以這四個的印鏡 我覺得是在台灣的一個 很主要的一個願景 我們會去追求一個 像是一樣的其他的 那至於什麼時候可以達成呢 如果是 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來講 2030年就可以達成了 因為這個是2030年 大家都同意說 一定要同時達成的 這17件事情 這裡面有一些 接下來我們想說第13件 本來大家覺得這個 看起來進度相當的落後 似乎會不會還有什麼指望 那但是有一個疫情來之後 發現這個堅牌 剛剛好像可以不成 對 那但是那是因為 就是我們的工作 生活 在全世界都有 有點佔領的現象 但是當我們重啟的時候 我說真的 已經叫我們重啟的時候 那能不能夠學習台灣的模式 就是說 我們去 在這個疫情的過程裡面 去整備我們的功能力 而且雖然我們學校沒有關門 但是因為我們不要大型群聚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培養 這種越聚的這種能力等等 這個情況下確實是如此啊 我們在疫情的時候發現說 見面三分請 視訊兩分請 所以大家都不用視訊 但是拍口上一分請而言 那所以我們還是多用一下視訊好了 所以說它是一個 一個soft innovation 就是說 我們在創新的時候 不是靠普定要久的來創新 就好像我們不是說 以這個我們禁止 在疫情商店設ATM來 重創新動支付的這個佔有慾 這個一定是非常有用 但是可能大概就報道了 所以我們一直說 我們是靠普定久的 但是我們發現現在真的 比較方便 真的是達到到誤會的效果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雙新的模式 就像剛剛講 可以兼顧到這三種不同 去發展目標的面向 所以2030年 我覺得台灣 絕對台灣 can help 我們自己可以達成 我們自己的去發展目標 那一方面 我們可以去幫助全世界 所以我們的位置 大概就是 我剛才去 早上才去那個實驗教育論壇 大家可能知道 我是第0代的自覺商 就是在國中的時候 就是在校長的保佑之下 就可以不用去學上 當時是違法的 其實那 但是校長就幫忙 這個瞞著督學 我還碰到 當時的那個教育局長 那他可能也知道 校長是瞞著督學 但他也沒有來追究 那所以你在這個 上下交相掩護 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有一個 這個人可以去創業 可以去大學的房間 這樣一個空間 當然很快就 這個實驗散發 就陸續通過了 那所以我相對於公務部門 裡面的創新 都是保持著非常樂觀的 有快度 因為小時候就是碰到 這麼創新的一些大人 當然現在追溯幾過 都在這邊講 他們就在 有時空園都在不死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的位置 就有點像是實驗教育 之餘我們的體制裡面的教育 就是什麼是實驗教育 就是你不需要去管課長 你不需要去管這個 教育教室的資格 好比像說 你按照年級別半 好比像說在特定的地方 學習 學的分寰 但是你不需要發展出 你自己的一套模式 這套模式 如果失敗 那你不需要失敗 你不需要軸轉 就是說你在軸轉 批穩到一個新的方向的時候 你一樣只能想看 全知道說 本來那個方向 有什麼樣不可行之處 可能在台灣會隨著負負 像艾伯先生說的 他只是找到一些 不適合用的材料 這些是一個貢獻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就給全體都拿出 但是如果裡面釋出一些 真的很好的東西的話 那他就反過頭來 給練習的品質 像我們想說 使用國際教育 最後才形容實驗教育的字 他不用問 像這種往內的素養的教育 不是往外 人比人棄死人 那樣子一種競爭型的一種教育 這個就是實驗教育 對於慣性教育 就是國民教育的一個貢獻 所以我們至於聯合國 能去發展目標 當年制定的時候 並沒有我們的代表在裡面 但是這也要說 不用理他 就是不用管說 應該要怎樣子完成 所以我們可以認同這些價值 但是像我們的那個就是 BMR 就是資源行動態 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自己將去 但是我們不用去管日內網 不用去管路塞 不用去管紐約 不用去管等等的這些地方 所以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釋出的這些 展新的路徑 不是有他們本來的這些路徑所限制 但是我們釋出來這些新的 我們現在叫做Rain Model 我們在分享 是要從GIF回國團 去Handle 他們本來在品質裡面的這些想法 好比像說 我們在世界衛生大會 之前幾年 就在會附近自己開了一個14國的 世界衛生大會會前會 那因為台灣 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的視訊的品質 真的那個感覺 好的不少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情況下 學到所謂的台灣 Model 好比像說 我們戴口罩 我們後來有一種想法 大家可能有看過 就是院長的一副海報 就是說保持正點戴口罩 請洗手 然後手放在這邊 這樣子一個海報 這個對很多 我們台灣的朋友來講 這現在已經是老生長大 就是你戴口罩是預防 你沒有用肥皂洗手 然後用碰自己的臉 它是保護自己 黏餘自己 但是這個在很多的國家 完全不是這樣 尤其是在社團 畢業學有影響抗救的國家 完全不是這樣 他們在腦裡 必須要有一個大幅的轉換 才能夠進入台灣 Model 這個情況 但是我們這個想法 就是戴口罩是保護自己 黏餘自己 就是不洗手就碰臉 那車廠況 因為真正要解決疫情 是要靠肥皂去洗手 所以你戴口罩 如果不用肥皂洗手 你會不會有一定用沒有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 這個基本的想法 更不要提我們其他的創新 這個基本的想法 在口氣上 就有非常高的一個穿過力 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提出這個想法 當然就是因為 當時我們跟他們 跟WHO 跟關係沒有 我們也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 那這樣的情況 我們叫獨立創新 就可以去跟現在群細節的朋友們 去進行分享 所以我們的位置 就是這個不斷向上 仰望星空 價值的這個制高點的 領導者是這個位置 有四位朋友想要問說 如果讓線上開股 銀行的身分認證 就是所謂的EKYC 更加的方便 不要發生一個問題 我想這裡面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就是 你必須要持續的 這個在不管是進口前面 或是透過其他的 biometric 的方式 讓這個對面知道說 你就是 不是什麼別人 這是一件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 覺得說 如果我的biometric 是存在雲段 存在遠端的話 那這個 我很願意用 我自己的biometric 去做目的外利用 但是 我可能沒有同意 你拿我的biometric 去做目的外利用 做完全兩件事 所以你看 全世界他們現在實在說 這個要停止 對於什麼 人類演繩 一般性人類演繩 技術的開發 的 funding 這個在很多國家 現在都有這樣子一個提案 但是你倒沒有看到誰說 那這個蘋果 就不應該用Face ID來解鎖 iPhone不應該用Face ID來解鎖 所以它明明也是 一個一般性的人類演繩 那為什麼這樣呢 那很簡單嗎 因為在你的這個 security位 就是你的這個 個人的device裡面 它的演算法 是完全忠於你的 它並沒有去把它 傳輸到任何其他地方 你也不會拿著你的iPhone 去搜集你旁邊 每個人的臉型 至少 我不知道有人會這樣做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裡面它存的 就完全是 只有你自己的事情 它給助交代就是 只給你交代嘛 它給你是 但有個line 或者我們在經濟上面說 Acting your best interest 就是說 是以你的最佳利益為利而行動 所以你跟它是一個 信託關係 但是如果當它 開始群聚起來 就是說 開始很多人的臉 放在同一個資料庫的時候 H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問題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 以前是有點難嘛 就是說你如果 把資料群聚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你很難去做出 什麼提煉的這個應用啊 就是把資料跟油料 就是石油啊 石油混為一毯 大概就是用提煉的這種想法 那但是現在 就是任兵 你要給得出交代的話 因為嘛 所有這些油藥都混起來啊 你要怎麼給就是 油藥提供者交代 不過他們大概都是恐龍啊 不會需要交代 那資料混起來的話 你就需要給這些資料的 擁有者跟提供者 一個交代 那當你全部混起來的時候 其實很難給得出 這樣子的交代 所以以前是這樣子 一個兩百 當然現在明顯很好 我們這邊有這個包含從列犬啊等等 來的朋友 開始做了很多的新的建築材料 號碼上說 ZK嗎 這個就是臨時事證明 臨時事證明 臨時事證明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之前在總統被黑客送那個健保室 有提一個案 這個案就是健康順程 健康順程 健康順程以前的分享 就是我剛剛講的 Or or Nothing 就是說你要嘛就是下載 讓你自己看 要嘛就是你要 sign一個SDK 但那個SDK的使用者 就可以把你全部的這個 roll data 全部都拿去用 而且你也大概管得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困難的 除非那個SDK的使用者 就是你本來很相信的那些醫生 可是這個醫生在屬於一個醫院啊 說明那個醫生對你是有 Fidoceric EOT 但是他的醫院的這個 諮詢是有拿去做什麼別的用 說真的這個醫生也不會知道嘛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出現在有一樣問題 那所以這樣子要怎麼解決呢 他們就說 好那我們來假設一個情況 這個現在我們要辦一個 馬拉松比賽 那馬拉松比賽呢 大家都知道要做一些 身體的這個健康的 但是呢這個就是大家 大概就是盲目過以後 就堅定了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的 但是現在天氣很熱啊 所以如果你有些Condition 那你自己呢 可能知道自己有些Condition 你不知道說天氣很熱 什麼你跑馬拉松 可能跑跑就這個燈出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不是很妙 那所以呢我如果是馬拉松主辦人 我會希望說你授權我 去跟健保署要一個你的ZPRP 就是一個Range Proof 就是你的某些數據 是不是在這個合理的安全的範圍之內 到底是還是不是 他只給我這樣子一個答案 就是是還是不是 我是絕對不會知道你的 好比上說年齡 那我如果要知道你是在1歲到這個 就是8歲中間的話 那我不需要知道你是到底幾歲 那只是說健保署他回答說對他 確實是1歲到就是8歲中間 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ZPRP就可以 一方面把這個證明做的Testation 放在像區塊鏈的供電裡面 它不合適合為 而且它在驗證的時候 也不會讓健保署當機 它不會用到健保署的CPU 那但是反過來講 它實際這個存取了 這樣子一個東西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個人資料 也沒有被還原到個人識別 這個東西在按照客資法 這個東西它是屬於 比較像是就是非個子 因為它完全不會還原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同時慢作為 我明白什麼歌怎麼寫 但是就馬上去版人 心裡也就會比較安心的 這樣子一個做法 所以ZPRP只是其中的一個技術 還有很多別的技術 就是每個人的電腦分別去做運算 運算完之後 只分享它的類型經網路 雖然夠兩層的 像一種叫Federate Learning 或Split Learning 分散式學習的技術 又或者是說 你把所有的資料 加密之後 註存在一個雲端 那這個雲端就算 你完全不相信 但是呢 它在運算的時候 因為完全不需要去解密 那它完全可以 對其他密資料去進行運算 當然這個滑CPU或GPU 這個叫做Fully Pomomorphic Inversion 等等 所以不管是剛剛講的 ZK Differential Privacy Fully Pomomorphic Inversion 這個Split Learning 等等這些新的方式 大概都是作為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就是你越用你的 你越缺乏的一些技術 那這些技術 才真的能夠在我們之前 那個ALL OR NOTHING 的那個兩環裡面 去帶領我們做這樣一個 創新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也很鼓勵大家去 多看一些 這方面的一個發展 運用在我們 不管是EKYC 或任何的這些上面 都可以讓使用者了解到說 資料 ROPETA還是只有在他這邊 但是他分享的東西 只有這個INSIGHT 或者是這個WISDOM 那有一個追問是說 提到的BIOMATRIC 那BIOMATRIC 現在大家都發現說 主要是只有在我個人的 device的飛行模式 可以運作的話 大家都不是很相信 BIOMATRIC 這個放在所謂的 銀端過的公園 還是色語 那所以是不是應該 給TRAIN TW FILE 或者其他FILE的應用呢 當然是如此 那我覺得TW FILE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所謂自然人品 整個線上版 那當然目前它做的 offerization的部分 還比較有限 offerization的部分 比較多一點 但是之後 隨著這個實在進步 那我們TW FILE 就可以結合剛剛講的 IOMATRIC 是存在device上 那而且是你自己的device 它不是誰的device 那但是呢 它對外還是可以做到 先是offerization 慢慢是offerization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FILE嘛 因為它是一個 開放式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也不用自己 重新發明輪子 我們只要去把這個輪子 去重新調配 就可以去做到很多 就是線上的 就是服務等等 那所以如果還沒有 用過買DATA平牌的話 也可以試著用 TRAIN TW FILE 登附下買DATA平牌 來看一下就是 為了這個 書尉會流派 它實際上面 在機關內部 運行就是 經過國發會 然後運行授權等等 這樣子一個路徑 那如果覺得有什麼 就可不太滿意之處的話 那就你請你來 就告訴我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去夾 因為這個 買DATA的好處 就是說 它不是 國發會想到什麼 才做什麼 而是各位想到什麼 就可以做什麼 甚至是民間的朋友 社會部門的朋友 都是如此 那所以我想 開放式的標準 我覺得確實是非常好 那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政府推動雙語國家政策的看法 精通數國語言法 外語學好的方法是什麼 那雙語國家 像我剛剛在那個 實驗教育論壇 講的不一定是愛你的英語 那如果你是在 原住民族的 這個實驗教育學校的話 那時候並且是阿美語 阿美語就用阿美語學美語 那然後之後 就是不管什麼 法語什麼 漢語就不一定都要學戰 那所以這個是 實驗教育界線三 極力爭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20多種 國家語言嘛 包含最近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棒得台灣首語 那這樣子的這個語言呢 我覺得是應該要有 平衡的金融的這個權利 但是如果你是 就是在英語的這個角度 上面取得國外發展的話 那它是有一個更廣闊的意思 就不是只有物有族群的這個語言 而是我們希望很多人 不管他本來的語言是什麼 英語阿法語阿 他是歐洲人阿 或是非洲人阿 任何地方的 所以他認同 開幕式的創新 現在有很多人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台灣是觀光簽證 來台灣 那因為他哪裡都被工作 他是出位就是遊牧民嘛 那所以他在台灣也工作 然後醒來 本來要回國了 發現他有點回不去 因為他那邊疫情 就是又重新復燃 然後第二波什麼的 那所以呢 他就當場就了解到 我們有台灣就業金卡 所以他就加入台灣go.com的那個俱樂部 然後那個俱樂部 然後那個俱樂部 就是一堆已經拿到就業金卡的這些朋友們 那他也不需要喝一份禮廚 他也可以為國外的公司工作 為自己為自己工作 那包含我們youtube的co.com 跟阿朗先生的等人 那所以他們這個club 就會去輔導他 把他的觀光簽證 當場就轉換成一個 可以來三年的就業金卡 然後他就帶下來了 那但是他帶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有非常多公共服務 他的漢語的部分 跟英語的部分 中文的部分跟英文的部分 也真的是不一樣的 然後跟我們之前出入 一戰式的登山案 我們就發現說 你要申請陸山證的時候 如果是你會寫中文的話 那就可以線上的進行勝敗 如果你只會英文的話 你只要用傳真機 那雖然是很難瘋狂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的很可能他那個 真的看得懂英語的那位 承辦人說 你只有傳真機 說一定是這樣子 那當然是 他們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矮人一擊 或者是說 像以前在某些 訂票軟體的時候 如果你是輸入 身分證字號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在中文 每英文街面 都訂到達車票 但是如果你只有 居留證證號 也就是什麼AC開頭的話 那這樣子你才中文版的話 你就根本登入不進去 那你必須要先切換到英文版 那這是 也是滿情勢人的一件事情 等等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 它其實是基於平權的角度 不是說 我們要特別覺得說 我們完全都在選擇 而是說 如果你不會看你兒子 會英語的話 你不要在台灣變成 寸戶男情 那這個是我覺得 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一個建設 那所以目前 因為我的理解 這個國法會 也有在跟台灣 國法會 在這群人一起合作 在今年 至少先把申請到 金卡的這個路徑 裡面有很多 它比方說成功的訊息 就是英文 但是中間有錯誤訊息 都會變成中文 人才都可以 裝在瘋狂的狀態 大概都能夠解釋 然後去把它加以改進 那未來的話 這一群朋友 它如果待下來 不需要有數據與我 那只要是 就是我們很需要的這些 因為它的人才 它就可以怎麼樣 變瘋狂的臺灣人 它可以盛起一個 我們民國的國籍 但是它不用放棄 他們來的國籍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瘋狂的臺灣人 有很多這些人 他會到 人家洛杉磯 最小的反國式小路 他就說 I have never feel so patriotic 就是說 因為他們很愛 他們來的美國 那他來台灣之後 突然變了一個 愛國主義者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 一輩子認同 台方式創新 在他的美國 好像說 墨爾本來的吧 墨爾本當然 澳洲雙方企業也是很多 但是像他這樣子 對雲端部署 那麼有興趣 科技 好像在5%還是7% 所以他在那邊 就一直覺得說很故意 那到台灣 就發現雲端部署 每個人都在講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他來台灣 好像有什麼 回到家鄉 那這樣一種感覺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願意 和他等來 當然就去台灣 去給他的家人帶來 去見 那但是 他也可以把他的同事 他的以前的朋友 等等 就是互同一般 一起帶來台灣 所以這一點是很重要 就是說 大家有一個 transcultural 就是跨文化的一個想法 那有這個 跨文化想法之後 我們就會多數 很多他本來的文化 也是開放式創新 但是他在他的美國 沒有辦法有一個舞台 然後到了台灣之後 有一個更大的舞台 這樣子這些 這些 我覺得這個 最好的情況 就是 你不管想要去哪一種 文化 哪一種做法等等 在台灣都有各種 各樣的聚落 就可以很容易的 把內衣移民 因為現在都忘了 我還真的滿困難的 因為疫情沒關係 所以你就可以 就是 慢慢的去融入 對的朋友 不同社區不同的文化 那這樣 自然就可以把外語學 其實就是 學語言就是 多用就可以了 那 有四位朋友想要問說 從美國內 搖裝身份的手要證件 有行為證 有驗鑽照 有健保卡 有自然貧民證 因一個數字 在數字化的過程 會有什麼很好的整合方案 那當然整合方案 就是這台手機 那這個 你在手機上面 只要安裝備 安裝備 安裝備之後 將進行貿易通 本來好像是有幾十萬 現在好像五百萬 就是有非常多的用戶 這個文化的構造是 真正的QI-A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又開始習慣 去看自己的健康存者 本來那個 就是整段號碼 只有健保署給付的時候 跟醫生看 那現在因為口罩的關係 他們關在這房間 我們開始看到很多新聞 比方說 有人看了這個診斷代碼 他本來是R098 疑過敏 那一個禮拜診斷了好幾次 但是他一場R99 不明原因死亡 所以他這個人一定要死 好幾次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還是越多人看 那當然一方面 醫生會了解說 你看健康存置 是我跟個案 多同一個方式 那二方面 在裡面 用你的CPU 你的X-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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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門到事實上長按 就可以儲存到自己的手機上 是不是很少人知道 那我們以後如果要做X-Ray 太傻 什麼之類 他可以完全在自己的手機上面 設在流暗器裡面 就可以去進行 AI核式的判斷 更不用上傳到 所謂雲端 所以就是有 有大大量的運算力的個人電腦 其實就是手機 在這方面 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因為如果你要做當想的分分器學習 或者是要做Sleep Learning 或者是要做Differential Privacy 你都需要一定的計算能力 那手機目前就已經提開了 這樣子的一種計算能力 它可以一方圓保上你的隱私 二方圓確保 在想學這些東西 是有公共利益 而且是會向你進行交代的 那當然就是健保外公已經在這方面 走很相當大的一步 那為什麼大家願意相信健保外公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健保 因為它的違法的關係 它只能用作公共服務的使用 在我們就是公務部門這邊 那所以就是如果不是健保署 就是健保署所所公告的合作的 這些公務部門 那所以大家就願意說 那我在這樣子 而且尤其在VPN裡面 它連線也是相當安全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多視一些方式 但是它不會被 廣告上不然之間絕取掉 因為那是辦法的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是一些先行者 在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慢慢的 其他的一些做法 包括TWFIDAL等等 我們就開始真的能夠去做一些 商業的信用等等 那我們就可以去參照 然後聽到說 大家可能知道在健保管理痛裡面 現在只要按三倍勸驗證 它會產生TOTP 那不就是每三分鐘 跟新主次的六碼這個數字嗎 你可以用這個數字去認證說 可能你知道 對你三倍勸的時候 你要再靠啊 定藏型的東西 用這個數字來認證 但它絕對不然來 給你的健保資料 因為它其實 比如在H-device 就跟任何 device一樣 因為對很多的文明來講 這是它第一次用TOTP 等等 所以就是說 這些使用的體驗 我們在手機上面 在健保這個 整座工具利用的這些事情 我們先體驗過之後 它等於是 吸收了各位的教學成分 以後它到底來 WFIDAL 到其他地方來使用的時候 這個使用成分就降低許多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要整合 那最簡單的整合 就是到自己的Personal Device 而不是在這個卡面上整合 卡面上整合 有各種各樣子的問題 因為就是 好比上我知道 大家進出大後 還有患症的這個習慣的時候 我就絕對不建議 你整個任何東西 因為現在這個 身分之下這個紙 為什麼他們要換那個 就是因為這個紙啊 這個防偽的層級 已經非常地弱了 事實上全世界已經沒有人 再繼續做防偽 曾經那麼弱的那個紙 所以如果你用好的相機鏡頭 把私底的身分認證 來給你分配拍的話 這個圍造者就已經取得 他圍造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 一種資訊 那這樣的情況下 而且他的那個揭露的格式 是非常多的 甚至有把翻面影印 那翻面影印的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他的序號 條碼什麼東西 大概之後都已經 就是可以隨便冒充成 這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很好的一個文化 那如果各位有信用卡的話 絕對你在奉還的時候 會不會把背面翻過來嗎 你不會把你的信用卡的 財面影印本交給別人嗎 因為他都知道 背面那個CVB2 就是那3碼 你如果讓別人看到了 他就可以幫你去 這個PC碰買東西了 但是我們的信用卡的背面 是絕對不會贏 也不會照顧別人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神正神的背面 明明有類似的作用 因為他是 他的序號 條碼 整個碼等等 但是他都沒有貼錢 然後就去換錢 或者是 就是太多錢 在我開台上 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只要就是 他還有這種 就是在其他上面 類似不再多少 不用得到行銷 等到這種習慣的話 或是難反對說 把CVB2的檔面 再做進一步的整個 但是最好就是 就是透過APP的方式 跟其他互傳的方式 來給他的方式 進行行銷 有可能會說 如果大家是 電磁化的支付比例 配不增 那電磁化當然 就包含電器電票 那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就有卡 裡面要多發嗎 卡通什麼樣多發 不過我想看 大家要不要問的 其實是行動支付 可能不一定是電子製作 還是如果問的 真的是電子製作 如果問的真的是電子製作 如果問的真的是電子製作 就要宣布說 接下來一年 我們不稍微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電子製作 馬上就翻倍 因為就是每一張 這個錢幣 大概都是假的 但是錢幣 都沒有人用 錢幣沒有人用 就只能用銅彈 銅彈很重啊 很不方便 所以大家都會用電子製作 或者有些非洲國家 還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完全亂裁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只要從這種 配備案 總是有一些就是造成 大量的負面的 就是社會效應 的方式 能夠讓你達成這個 配備案 那但是這當然是 完全沒有意義 因為我們說 不抓衛艙 大概就老來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想重點不是 它是電子化的支付 比你非洲 而是你要用電子化 比照片更容易 而且更方便 那通常道理 行動支付 我用這個做行動支付的習慣 是一直到 今年年初才開始 而為什麼這樣子呢 絕對不是因為 融合氣泡的人 URO卡 或者是國語卡 那而是因為 這個呢 它終於可以在我 在一般使用手機的情況 不用特別從底下 往上滑 也不用特別在 再按一次質問 也不用特別在做任何事情 我只要感應 它就可以去完成 持續的一個工作 也就是說 我本來用URO卡 去做程序 大概要1.5到2秒 但是 自從這個版本分析之後 那我用這個Android去付款 終於可以達到 0.5秒 就可以付款 那這個時候 我省了一秒 那我當然願意拿 一個比較重的東西 出來付費 但是在以前 我還需要聽密碼 或者是還需要 正常談笑 或者是我還需要 用手指感應 等等這個情況下 這個時間就長過 我們URO卡的時間 所以 那我就不如拿出URO卡來 尤其是現在 這個郵政的 本來叫提款卡 後來叫利用卡 後來又是Visa卡 現在是感應是Visa卡 明明期 又有Visa卡 對 這種多重支付合一 對 這樣子的東西 說真的 他的那個搭載時間 是本來 比我的手指要來的分 那 在中間 當然有人說 你可以用一個支付指環 可以用一個支付手錶 但是我也還真的試過 用支付手錶 但我的手每次都會扭到 對 他手錶 這樣湊到脖子機上 不然就困了 對 指環 手指好像會抽筋 那不過 當然後來這個 在那個 國發會法規復訪時下 他們終於把那個 改進距離 然後從1.5還是3公分 然後調長到什麼 5公分還是10公分 所以我手終於不會扭到 那不過這個 因為我第一次使用 就已經有一個麻痺今天 所以後來我們使用手機就好了 所以就是扯得太不夠 但是目的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每一階段創新 若比前一階段方便 那真自然而有大可以去用 而有大可以去用的話 他可以說服他沒有人 但是如果在一個階段 他實際上並沒有在方便的話 那我不覺得我們應該要 應存這個PDI 所以就是多跟新創 多跟真正做這些 比較有就是乾涼性的 這個創新 和thrupted 療程的這些朋友 多不動 那他們有時候 就會發明一些 像指環這些東西 那只要你就是 足夠快的 去做法規的調整 至少在一個沙盒裡面 趕快先做一些測試 或者使用的話 那這些二例的大會 其實是非常高興 跟群細節分享說 第一個成什麼在台灣 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所以它還可以幫我們 我覺得是 去就是推廣我們 新型態的 這樣子一種 製作的方式 也很好的做法 有這個四位朋友想問說 如果有效監督我們 的社群平台 包含Andrea Google的各自 以及隱私權的使用 然後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的那個主要倡議 要設立獨立的 各自的專責機關 我一直覺得說 我在2015年 就常常去法國 我有陣子 差點要去巴黎工作 後來被林學老師 挖回來 那但是我那段時間 就常常接觸 法國各界的朋友 那到2016年 其實我已經 確定要接任 數位政委 但是我在10月上 上風之前 8月9月 都是在紐西蘭 跟巴黎這兩個地方 那所以在巴黎 我就去念 就是 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and Liberty 就是 就是他們的DPA 他們的資本的機關 但他們把他叫做 資訊與自由的 這個國家委員會 這個聽起來 就非常高大賞 不是只管資料而已 那為什麼 就是他們要確保說 他們立國的根本 自由立能管 自由放第一個 不會被這些 像Google 這些大的 這些公司 做蚕食經營 那所以當然 National這個 這兩年 大家肯定也有看過新聞 他們發了 如果有大筆錢 那所以就是他們是 起到一個 不是從消費者的角度 像Google 那樣子的角度 去做 而是說 從資訊自由的角度 說他已經開始侵犯 這個職能運動 不對稱的權利 什麼之類 我覺得這是非常棒 這個心情要往持 所以我也有跟 National Commission 進行這個 交流 就是去學習 就有哪些理理題 我問 剛剛講到的 Privacy 就是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好 那但是呢 這個台灣 大家都知道 本來在電影前 會要有 當初的機關 那是因為 大家都覺得 不是很想當初的機關 所以叫做後面 機關都是自己的理念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它就會產生出 這個誰來 這個 誰來 觀測觀測的 這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跑不到交通部 自己調查 發表 有調查報道 所解辭的事故 絕對不是交通部的問題 那就是 你若本來相信交通部 你就本來就相信 你若本來不相信交通部 他發了交通部 你還是不相信 這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是報道他自己寫的 那所以呢 後來發生一些事故之後 明安會出變成明安會了 明安會寫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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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獨立黨外部委員 是個序製專家 等等 那他們這個人 連錢都不是交通部長給的 那所以 他們如果真的寫這個報告出來 這真的不是交通部的錯 大家才比較相信 不過他們寫的報告說 所以交通部要改變什麼東西 才能夠防止這個 災害創業 大家也比較相信 那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明安會的存在 一個相當三級的 獨立機關的存在 對交通部 反而新鮮好事 就是交通部可以 專心的去做 他的這個公共事務的工作 他如果不小心 犯了什麼錯誤 或甚至在他小錯誤之前 可以有一個 獨立的朋友 可以來提醒他 那這個時候 明明的這些公司 因為這個 非非基地 也不是只有公營的 明明的這些公司 那他也要去 控控啊 一樣的這些 建築材料啊 他不能夠有這些 就是造成公務 為害的一些做法等等 所以明安會慢慢的 就 因為有比較高的 社會正常性 比起單純的 經濟部門 或單純的治理部門 來講 就是我們對 錄立機關的一個情緒 所以我是很希望 我們在下個會期 目前 因為我所時間 實際上公說 我們現在非常積極的 去拥領 這樣子的一個 各自的一個專子機關 那也如果有 這樣子的專子機關的話 我覺得我們才能夠 比較有效的 就是 就是作為一個 我們的NOR 就是一個社會小規 然後去告訴他們 這個就是NOR 那你在台灣 尤其就是要 服從台灣的NOR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 一定要採訪 而且在我們採訪之前 我們會先確保說 因為這些都是 社會部門的大老闆 那所以就會說 那我們就會來 發動社會抵制 那在台灣社會 其實很可怕的 就是從 就是賣醫療的 然後這個 就是賣這個 運用品啊 就是一滴吃的 又好啊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它可以同時 動員社會部門 跟工部門 跟經濟部門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慢慢的 才能夠累積 它對各自民主權 像是一個公信力 而不是把這個就是 burden 像是一個負擔 放在每一個 就是機關自己身上 那當然在此之前 我們也有一些 很好的一些例子 好 比想說監察院 印象院 印象院當然 他們要改進行 國內安全委員會 但是他們看來 還不是國內安全委員會 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通過了 致死刑警演化法案的 一個修正 當然是一般 也通過了 我們執行了 那監察院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在2018年的 這個現場 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那是第一次監察院 不是自己做監察 不是立門造具 而且開門造具 他們把每一筆政治獻金 跟每一筆政治獻金 都會用往哪邊去 都用RAWDATA 就是 就是 而不是只有攻擊資料 公開在網路上 你不用記得 像以前我們 往去監察院裡面去影印 還有這個人肉 這個OCR 什麼之類的 他辨識什麼資料 都不需要的 不需要公平不服從 而是他自己主動的 去跟這些調查報告 記者 跟這些資料科學家 都用RAWDATA的方式 Open Data的方式 來進行溝通 那這樣子一公布 我們就看到他們 沒有一絲的事情 就想說 我就沒有附送上 婦人的錢 沒有付我錢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但是呢 我們就發現說 這是有揭露啊 但是我們就發現 這些大的社群平臺 FB啊 Google啊 他們明明有廣告 但是沒有在這個 政治線條裡面 我們也不知道是 誰捐的錢 我們也不知道是 花到什麼東西上面 這個廣告投放 投放到哪裡啊 到底是誰看到的 內容是什麼 完全配合內向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 兼長員的常規 就是 控制員 控制員 跟FB那邊的NO 這兩個NO 寫滿不一樣 這邊是很理想的 這邊不是很理想的 這邊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跟FB談判 說你看台灣 這邊的常規 也是這樣 我們已經全部都公布了 那你如果不用 這樣子公布的話 就是我們只好 合理的懷疑說 監察員說 只有本國人 可以捐政治獻金 或只好合理懷疑說 你那邊有很多 不是本國人的 政治獻金 那這邊是說 就是我們所有的用處 有想到的國民 我是好合理懷疑 常常都是用一些精準投放 去散布一些不實的廣告 等等 那就是 雖然我還沒有法律 可以來罰你 但是也還沒有 跟專責機關 但是我可以發動 社會禮止 那所以這個時候 FB聽了之後 就改寫規則 所以他們在通常 順序的時候 他們就是 即時的去公布 所有的 他的 而且確保說 所有能夠播放的人 都必須是能夠的國人 而且他的這個播放的方式 他播放的對象 到底花了多少錢 他的內容 全部都公開 而且不是這個 進學期間 事後也公開 那所以這一次 比較成功的 但這個是 發生在 因為有一個 超然獨立 不是我們行政院控制的 在這樣子一個 機關上面 那所以像這樣子一個 概念 國產未來這個 政治獻金的機關 也可以去參與 就是所謂的 Manching 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好 那 我們還有十四分鐘 有四個朋友們 想要問說 政府 是嗎 好 到十二點 好 那我們還有 四十四分鐘 四十三分鐘 有 四個朋友問說 政府進行推動 所以現在是 如果需要 制定專法 恐怕 通日廢事 請問是否有其他 替代方式 一定不會懂 我想制定專法 如果是個私專責的機關 那它當然是 叫做組織法 那組織法 到底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 這個很難講 對嗎 你要看你法委員的 這個想法怎麼樣 組織法有一些 好像是一下子 就已經停留了 但是有一些好像就會 很久還是還需要延長很多次 那當然我是在行政院嘛 我大概不會評論 民法院的各黨團 就是對於一件 組織法的改造 到底是覺得重要 還是不重要 但是我們目前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如果能夠把 各自專責機關 這個法律 它綁在 好像說 總統聖劍 就是數位專責機關 這個上面的話 那因為它是總統聖劍嘛 相比這個 執政黨團會 比較給他一個面子 那而且 另外一個 就是 公項團 據說這也是他們的 我雖然是總統候選人 但是他們的 副總統候選人 的聖劍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應該也不會反對再對嘛 所以如果兩大黨 都比較不反對的話 聽起來這個兩個 就是準大黨 大概也不會反對 那所以我想 在有數位專責機關 這個應該是來到公司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可以說 可以是那樣 各自的專責的獨立 相當地三體的機關 能夠去跟二級的 這個數位專責機關 能夠是放在這個 一個 我知道 補充報 就是 統一報 裡面 從行政院會 的獨立 如果我們只能再提出的話 我覺得會加速 他通過的可能性 那我自己的期待當然是說 如果我們下午的施機 幾多下個會期 就可以通過 在時常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 就是跟立法院的 勝利時程嘛 所以也不一定 就能設定一個會期 就通過 但是如果這會期 就通過的話 欸那這個比拳計會 辦法要早 因為他就 今年就通過了 我們明年才開始失敗 還沒有準備廣話 我們明年是 提到特定的 不提提 保力相說 當時健保卡裝置的ISE的時候也是統統固線 我都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就是大家喜歡換法的就先去換法 或者是我也可以跑去統固換法 因為據說那時候我護學斯問 我說政委不要率先換法的時候 我說我要付給第二千號統固嗎 這個好像不是很妙 那他們說沒有 如果你是在先期試用者領單上面的話 你如果自願寫換法的話 那我們可以安排你去黃湖的護身師傅所換法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把護基地換到黃湖 所以我就可以去黃湖那邊換法 換法的時候當然大家現在聽得知 我們會有三選一的選項 就是你要把自然憑證 埋蔥存在整個牽進去 或者是說你要把自然憑證 你付個公安費 你就拿到兩張卡 新的身份證 新的自然憑證 一個6碼密碼 一個8碼密碼 或者是根本就不要自然憑證 那當然是勾中間證明的 因為我要兩個卡片 因為我覺得 Authentication or Relation 是兩回事 那而且我如果 有一天想要兩卡回憶的話 我只要拿一個雙面膠 或什麼鬼針 你下次就可以兩卡回憶 這是這個小學妹 你公共有教過的 做法 不需要什麼加密 或什麼東西來教我 那所以就是說 我自己會想要兩卡回憶的話 這個是我現在的立場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我這個換法 那我中間可能碰到一些問題 碰到一些困難 碰到一些困擾等等 如果那個時候 就已經開始有 各自專輯機關的出現的話 他們就有一定事情做了 就可以開始去 Evaluate這整件事情 到底是 就是有什麼更好的做法等等 那如果這個就是換法的時間 目前那些人過去說 至少有六個月的data 六個月的實驗期 那在這個實驗期裡面 如果DPH可以開始做一個 具體的討論的話 那我相信對於就是 未來的圈面換法 我覺得是很有玩意 所以大概就是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整個 就是插合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大概就沒有礦日廢時的問題 因為目前好像各界都沒有人換 所以說像我這樣子 資源想換法的人先跑去換法 大家比較覺得說 如果需要專法就是就 就是那些複想換法的人 都要逼他換法 那這個是可以看在比較後面的 說真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概就不會有 就是就是複想牽制的這個情況 就是DPH可以先走 那我們的這種 小蝴蝠試探也可以一起走 小蝴蝠試探 如果真的朋友有什麼問題 然後DPH可以施坐 那這樣做就是 一個蠻好的一個情況 那一個J問是問說 那提到數位專責的這個 二級機關 那對他有什麼期許 那當然這個 以前還不確定是 有協調能力的部 還是有執行能力的部 這個還不確定 因為新鮮園組織法 只是兩條 那而且我以上都提唱說 你不要只看這兩條 新鮮園組織法裡面有一些條 像說我最近一直在合作的 可能大家在我的FB上面 有看到的 國立部門國務院 它也是一個二級機關 所以也沒有人說 我不能改那條 說什麼國立數位國務院 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叫院長 聽起來叫他 他要叫什麼說真的是 都可以的事情 那好像說我們 喬爾會好像 這個同委員長是叫委員長 對不對 那中央銀行是叫總裁 那就是說 他不一定是 一定要部務會的這個形式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是請日本人們去參助 但是我剛剛跟你講這個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必須要挑剖 本來部務會的見解 就是說 本來純粹做協調的 跟純粹做實行的 這可能沒有辦法說 意義區把它區分起來 因為數位是 每一個都相關的一件事情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每一個部位的朋友們 在做數位轉型的時候 自己最基礎的基本功 就是數位化 數位優化 這兩個還是跑不掉 不能夠叫這個數位機關 來幫各位做數位化 和數位優化 但是這個機關可以幫忙什麼 可以幫大家 數位優化的時候 去找出一些 就是幫大家省時間省力氣 降低風險 而且是增加護器的一些做法 然後建築材料 就可以做到 那另外就是數位儲蓄 就是右衛本來做的 數位優化 只是給自己用 我們就可以幫忙 來想一些目的環利用 就是說 每天車做飯 別人也可以用 也可以參照 甚至國際上的別人 也可以參照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數位的創新 然後以及在 數位優化的時候 節省大家的時間 降低大的風險 增加大家的負責 增加大家的負責 這個是我對數位優責機關的 具體的情緒 有四位朋友會說 台灣能否發展為 科技島國 成功的要素為何 那跟大家報告 這個已經成功了 因為我們在全世界 大家想到這個 超級創新者 大概就是想到台灣 這個其實 確實是已經是如此 那我們在WTO 演出上 我們是一開發國家 所以現在不是 以前那個開發中 台灣名字 現在是一開發台灣 所以我想國際形象 已經打圖了一個轉變了 我想已經達到了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當然達到這樣的情況 不是一自為自滿 而是據說 應該我們的成功 它後面一定是有一個模式 台灣模特兒 那這個台灣模特兒 是什麼呢 這個就不是只是 我們自己政府 去對外講 或外交部去對外講 像剛剛給大家看的 這個真的說真的 設計的蠻好的一個網站 就是台灣模特兒的 台灣模特兒的 US WHO CAN HELP 台灣模特兒的 那這個時間者 等等 這些這個Crash course 他請到這個流行聽學的專家 陳建源老師 來錄了一個 做過語言的一個 這個照片 然後我們具體的 可以幫忙的這些部分 等等 這整個網站 這整個系統 完全多物 不是外講不同 也不是公款做的 這些是一群民間的YouTuber 做的 那當然他們不是自投邀邦 他們是發起一個群眾目次 有高達這個 兩萬六千九、兩八十 各位朋友 提供了相當多的經驗 跟時間 跟留言 然後去一起 建造出這樣子一個網站 那當然這個網站的 剛剛那個視覺主 是有在紐約10號上面 就是大家募資的一件事情 那他們本來發起的這個活動 是一個比較中二的 就是因為 因為他們在老師 這個對台灣講的一些這些話 那所以他們是想要反駁他 那但是這個比較中二的性 很快在二、四小時之內 這些一間捐款的朋友 就告訴這個經營 他們就會說 其實你們約會不會幫我們 跟他們約會 或是把你們約會請求 你去 只要花那麼多錢 他們用一封比較中二的性 所以真的對台灣性 有一點幫助沒有 但是他們不是自己批評嗎 他們是用一個 我行我來的這樣子一個方式 他們很快就寫了 兩個新的版本 然後大家投票 然後那個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就能斷 然後變成一個 就是一光比較 比較棒的 一個風險 那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社會的創新 就是眾人支持 眾人主持 那就是說 因為這個紐約的朋友們 或是世界的朋友們 可能你不是孤獨的 這個台灣是跟你同在的 都不知道 你們有朋友 有多麼多慘 沒有我們science的時候 說真的也蠻慘的 那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 故意如原是什麼感覺 因為WHO 這邊其實都沒有提我們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能自己發展的 台灣模式 以下的這些具體模式 我們可以去幫助大家 情案之間了解更多等等 然後就把它連到 各個的部門 那種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一種 投資市民 就是說 它是公民秀魂 所寫出來的 那它後面有很多 經濟部門 包含國家的 多少的國家隊啊 疫苗啊 這個藥物啊 跟任何的國家隊 去幫助他 那但是政府實在後面 擔任一個權力支持 但是絕對不去主導 在這樣子一個角色 所有的這些創意 這些創新 都是民間的朋友們來做的 或者是 有一些不是真正的民間朋友 像我啊 但是其實民間朋友 和身分做的 就是好像說 我看到 東京的那個 就是 傳染病的那個 Dashboard 那個儀標版 上面有一些桌子 我就會自己去幫它改桌子 那我改的時候 是 以一個公民的身分去改 那他們也是因為我改的 有道理 不是因為我是 書位政委嘛 所以去採用 所以他們的社會部門 先採用我的這個建議 然後他們的藝人 當然就去推 然後他們就是 不執行嘛 這個小池當然就去推 然後來感謝我 所以最後後來看起來 好像是一個第一位外交 但是本來 它實際上是 唯一一個 一般公民的身分 去貢獻給 這個日本的公民社會 那所以其實 我現在他叫 第0位外交 那就是數位先行 然後先沒有這個 國界的觀念 然後我們再把他投影到 這樣子一種外交的 這個場域裡面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 接下來有一個成功的要素 就是 不去自居 說 好像我們只是 台灣人 或者是 只是 亞太的 這個區域的 領導者 或者什麼之類 就是不要再用 特定的範圍 來命令自己 而是說 我們就是主張 平常是創新 我們就是主張永續 我們就是主張 所以我們是主張 那我們的成功要素 就是我們就 不太向上 兩萬成功 就是每次有什麼 爭議的時候 我們總是可以找到一個 堅固 就是各個不同事態 不同 化了像一種創新 所以台灣 歐斯堅開 那我覺得這種 接下來是 哪個要素 那有次可能問說 方便安全的設計 常常是對立的 在政策上面 如何取得平衡 並不是這樣子 只要你習慣了安全的做法 它就會變成方便了 那意思就是說 純粹只是不習慣而已 那 好比像說 像這個 之前這個 這個 打招呼 那打招呼 那以前都握手 那現在就比較少握手了 就是攻守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像那個 這個泰國那樣子 這個 就是這樣子 那但是 或者是說像 就是 對 那樣子 就是這個 生生不息 這個繁榮常盛 等等 就是說我們跟疫情的關係 方便出了很多 不接觸的 本來就是 不安全的習慣 變成安全的習慣 但是這些 新的安全的習慣 說真的也沒有 比較不方便 握手 真的嗎 花個秒數還比較多一點嗎 那所以 我的意思說 紅手群握手 不是變得比較不方便 只是你花了一個習慣而已 但是你 壞起來這個習慣 也定不是只是 為了安全的理由 而是說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發展出 新的溝通的一個問題 要使 那好比像說 我們剛剛講這個 見面三分勤嘛 戴口罩一分勤嘛 中間折衷一下 視訊兩分勤 但是在視訊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說 我們自己怕這兩分勤 再擴增到三分勤去 好比像說 大家就會 就是 另一樣的飲料 或者是 另一樣的披薩 或者是什麼食物 然後大家在這個 靈光面前吃一樣的食物 感覺有兩分勤 馬上給二零五分勤了 那換的是說 去透過一些新的 這個技術 好像說VR 那你可以帶上這個 XR Space 它是非常輕啊 我可以帶四個小時 也不會頭暈 然後也沒有什麼控制器 就用手勢 就可以去操作 欸這樣子的話 我一旦帶上 欸我還是看到各位 空的椅子 會突然冒出別人啊 就是所謂的這個 你閉養眼啊 那這樣子一個情況 欸那這個也是我們無需的事態 一個新的技術嘛 等等 所以就我們慢慢把這個 視訊兩分勤 變成二零五分六 二零七 欸我給他三分勤 那這個時候 欸這個不一字文滿足啊 在往上 做一四分勤 五分勤啊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會再被 本來的那種方便 然後習慾為常的那個 通話版所限時 因為我們透過的創新 又創造出的 其實比本來更方便 對一些追求方案 所以就是說 為了不要以為說 安全就是什麼方便 安全就是不習慣 不習慣的話 你想要看他 是不更方便 那有一天他就 還真的會更方便 那好比上說 剛剛講到這些 Security Token Fighting 說真的你被密碼 要方便啊 並不是說 被密碼 就就是 就是安全 然後就要這個 犧牲方便性什麼之類 到最後你可能完全 不用被密碼 那我還是不用被密碼 事實上很安全 所以它是一方面很安全 一方面很方便 那要往這個方便 那要往這個方便去想 我問說 對於金融的資料開放 就是怎樣的期許 那就是大家 同樣講 inclusion and sustainability 就是我主要的期許就是 本來因此 因為本來金融科技 比較不方便 或不安全或不習慣 而沒有辦法 接觸到金融的朋友 能夠因為金融資料的開放 而更接觸到金融服務 就是撲毀的這個角度 那二方面永續 就是說 有些根本沒有辦法 開銀行照後 也沒有辦法投票的路面 好像說 這個地球的大氣磁 裡面的CO2的濃度 的這樣子的東西 那或者是說 就是一個河流 它不想要遭受污染 或者是海岩 不想要遭受到塑膠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就是 在以前 這個整個海棠 荒陽生物 它就算 被塑膠 影響到很好的想法 那就算 就是被塑膠 影響到他們的神態 那另外有沒有辦法投票 那也沒有辦法 開銀行賬戶 那也沒有辦法 去接取任何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整個 系統的發展裡面 不免這個負面的外部 當然不是負贏的 執行有故事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 整個生活得很好 可是 截則而言 到最後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登錄的時候 狀況會變得非常不好 也是我們登錄的時候 狀況 那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永續的部分 也是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現在理解 多多相比的金融 等等的方式 外部成本 看看也可以不化的 因為它其實就是 六位金融的管理者 金融的工程 設置者等等 可以幫忙一起講 這件事情 那有三個朋友想要問說 對於台灣的 新創業者 有什麼建議 如何成就出本土的 這個獨角社 那當然我首先是 就是希望我們的杜教授 是受到哪裏 就有很多免費 所謂的共益 這個監獄公司 就有很多翻譯 那所以如果它是能夠 同時捐救 就是外部跟內部 我們的利益的話 那這樣子的杜教授 應該是值得 文化社會的資源主義 那樣的 不然的話我們培養一個 就是 他自己賺多錢 說不定 我們的國華資金 應該賺不少錢 但是如果它造成 整個世界的危害的話 那只台灣自己 一個一枝獨秀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家對台灣的 看法就不會很好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滿重要的 就是它不要造成 台灣在國際上 不好的形象 在台灣社會裡面 也不要造成經濟部門 在台灣社會部門 不好的形象 不過台灣我自己 其實不是很擔心 因為我們這邊覺得 整個貓臉公司 實在是很厲害 所以就是說如果它 真的造成 什麼不好的社會 外部性的話 一瞬間就可以進去了 那但是在全世界 就比較不是如此 所以我想大家 還是要比較注意 這個inclusion 設施能動 再度享受的 這個養成的過程裡面 所以我想跟國外的記者說 你看到 Google它不是 只是說好像它是產品 不是 它賣的其實是服務 那這個服務 你看一下好像是 移動服務 不是啊 它其實是能源服務啊 對不對 就是說它主要是一個 動作為目標 那但是它這邊 做一些inclusion 那但是呢 其實它最後是用一個 產品來達成這個服務 那這個就跟我們傳統製造業 然後賣產品所服務 相當不同 售後服務嘛 這個是服務後售 就是說先賣服務 然後這個產品 只是達成這個服務所必需 但是如果你是先賣服務 產品是達成服務所必需 你跟消費者就要亂用 你就是 在一致的價值裡面 消費者希望它能夠 比較耐久 比較個人化 你也如果賣服務的話 希望比較耐久 比較個人化 但如果是賣產品的話 這個線性的思維 至少在亂期 就跟你的客戶 可能是有一個 比較不同的一個取向 就是一直都會 賺到賺錢的一個衝動 那所以我想這種 就是PATIENT 就是一個比較 有耐心的希望 在二三十年之後 實在在一起 我已經賜自己的 這樣子一種資產的 運用方式 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那而且也會有 越來越多產品 就是變成服務的型態 我跟他講說 就是我最新在 就是找那個運動的跑鞋 就看到說 你看Nike有一雙鞋子 它不是賣給你 它是用租的 那就是租給你 那怎麼租呢 因為它是 3D列印出來的鞋 它是用一種材質 所以就是你把你的腳的形狀 什麼都是建模給它 那它就量身打造的 就是你一雙鞋 然後是對他們的 顏色畫文什麼 但是我們都知道 最流行的顏色畫文 過了 那你也就不流行 那而且你也可能是 然後我們說 我們來拿刪的 後來就變成蠻好的 等等 總之是它其實不一定 完全符合你的需要 那沒有關係 你再把你的需求告訴它 把鞋子接過去 它就融掉了 增益你的電影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是純粹服務的型態 那產品只是這個服務 提送的一個載體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 轉動往前面的東西 慢慢就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那如果往這個方向發展 對於新創來講 它就可以把它的這個 就是初上的這個 strategy 去扣得到 我們這個比較大的企業 公開公司 有它的HRI的揭露 等等這些比較往社會 環環境的努力去做 而不會說 好像它在新創的時候 就飛一點去 比較靈驚派導的 造成一些社會環境的 附近的外部性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社會再來收拾它 當然成的就是比較高能 有兩位朋友們問說 覺得最不方便的金融服務是什麼 目前我的郵局的提款卡 還不能夠讓悠遊卡用 我覺得滿不方便的 我每次要用悠遊卡的功能的時候 就要切換到國際卡去用 那國際卡又不能夠讓提款卡用 所以其實目前還需要兩張提款卡 我就一直覺得很不方便 不過之前因為協調 有舉三位券的時候 應該也不慌慌到市場 告訴我說 明理哪一張 優學信用卡 就可以讓悠遊卡用了 那這樣子發生很棒 那一張我的國際卡 就可以純粹用電商消費 我就不在意 不在意不在在身上 就是非常personal的回答 那兩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防疫口罩配售 讓健保卡越來越強 身份證 那NEW EID相對越來越解鎖 它的規劃功能 那這樣還要花大錢嗎 EID嗎 當然是 就是NEW EID它裡面的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其實是 防止我們目前資本身份成 各自洩漏過多的這件事情 就是它的卡面資訊接載過多 而且竟然還有反面一份的這種 就是我在想說 一種瘋狂的一種 在資本上看起來的用法 那我是希望 對它再有這種用法 這是防疫 絕對不是為了心理 那但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說要推廣 這個自然品證的利用 所以我們在換卡時候 這樣就是賣蟲狂災 就是把它裝進去 當然就是再多變影響 再兩品證 那希望就是大家知道說 也不是誰做Authentication 因為健保卡是Authentication 而是Authentication 就是你可以簽帳 還相當於簽名 也就是說一個是相當於 就是你自己拿個 這個不公民不認分 或者是拿一個等等的 隨便什麼身份證 或者讓別人知道你是誰嗎 那另外一部分是相當於你簽帳嘛 那簽帳之後 你就可以去搜尋別人 去做一些 可能只有你自己 才能夠做的事情 這兩個其實是不同的運用方式 那但是之前 因為我們Authentication 方法很多 Authentication 很多問題 所以就大家大概都是用Authentication 這次的東西 Authentication 這次的東西 就很困難 像之前這次 我們Authentication 有個提案是 應該是藍語的衛生所 的一群朋友 因為他們有一個夥伴 一個護理師 在就是越來越光 然後練習過好的時候 然後因為家屬就是覺得 硬要後送去奔道找專會醫師 所以硬要後送 或者發生了一些事 不凡一些意外 大家很難能記得 那所以大家就發現說 你這個人 根本原因 你這個Root cause是什麼 是在體的朋友 對在體的護理器 跟醫師的信任程度不足 所以說他們的判斷 是說不用後送 我們可以做這樣 這樣的主治 但家屬不一定相信 那這個情況下 如果是你重生到後送 他們在當地也學不到 太多的這個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他是醫學中心支援 或什麼原因 他在這邊服務的話 但起碼要藏在 有多個想要在哪裡 那所以這是一個惡性群化 那所以要怎麼解決 這個問題呢 後來你們就想到說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三方會診 就是決定要不要 不太直升級的 被任意的朋友 實際要治這個病患的專科醫師 可能是一個 就是經驗豐富的醫師 以及在地的護理師 或者是嘉義等等 這個朋友 如果三方能夠視群 而且畫質夠高到 這邊的醫生可以去盯准 這邊的護理師 做一些處置 而且家屬都會在旁邊看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家屬都會相信在地盤 在地盤也會學到比較多 而且就不用在晚上 回時升級 幾個小時這樣 但是他們在做這個 是非法的 因為當時 根本就沒有這樣子 offer session 的一個機制 而且事實上 當時的醫師堂裡面 根本就不允許 在遠距的醫師的指導下 去進行治療的這個工作 他只要在醫師證明 一個房間裡的時候 才能夠進行這樣子治療的工作 那在無論如何 總統黑格松就是一個殺戶 所以他們花了三個月 去實際看這樣子的做法 實際能夠促進護行 發現真的可以 所以他們就獲得總統黑格松的獎盃 我們都知道那個獎盃 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底下一個投影機 上一打開就會出現 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所以這是所謂神助牌 意思就是說你想把這個給你的手掌看 手掌就會好去修法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這個行政權當中 所謂特松的獎盃 那順便每年頒出的這五個獎盃 就是有五件事情要改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真的就修法了 我們目前這樣子 就是遠距護理師或修成師 在遠距的醫生協助之下 去處置這個時候發的 而且我們就做了一個 authorization framework 就是說他如果是在這邊做的 就是斷層槍 然後做的x-ray 那邊做的紀錄等等 之前要自然評測 而且自然評測 沒有辦法跨不同的預言體系 去進行authorization等等 中間有非常多 也很多的能夠法規 這麼急的調適 能改成快二十條不同的法規 那當然就是作用法的部分 還有演算法的部分 也做了調整 所以到最後就不是 只是離島 我包含一百多個 這個偏向民主民族的地方 以及接下來我們前向2.0 跟他破散到 好比想說 在救護車後送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有無需技術等等 都可以去進行這樣子的 播放於是會神的 這樣子的工作 這些就需要authorization framework 因為你真的是要簽一些東西 那這個簽一些東西 怎麼讓遠距的人指導 你有簽這些東西 這個就需要新的東西 來做健保他們 甚至用他做到這種 相當於欠償的 authorization 這些公司 所以這樣子這些場景越多 就是我們家遠距的朋友 要做相當於欠償的事情 這樣越多 我覺得這個議案 也就越有它的價值 當然如果這是 authentification 我也同意做了朋友的說法 我目前在健保管理 已經實驗到一個程度了 有邀請你們問說 個人資産可惜 是對於機關或機構 保密義務以及資訊 安全的極大挑戰 如果取得恆平 個人的同意 能不能夠凌駕一切 當然是不行 個人同意 通常說就不能凌駕限 然後也不能凌駕物理定律 我同意 我今天要超方速移動 我是不能超方速移動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還是有些人 不是說你個人同意 什麼都可以做 而且各自法裡面包含 用心副本刪除等的權力 不得已都約會拋棄 即使我個人同意拋棄 這個個人同意拋棄 也沒用 因為它的法律規定說 你個人同意拋棄 不上效力 對 所以我想這些是最基本的 直到大家了解到說 有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隨時可以要求 用心副本刪除等的 這些要求解釋的權力 認為之前 其實都一定會有 保密的資訊來選擇其他挑戰 因為基本上 沒有一個問責的一個傳統 那如果沒有問責的傳統 當然就給不出交代 不是我不給交代 沒有人來問的 那當然反過來講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那一個傳統的機關 讓我問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固域就難以建立 固域如果難以建立的話 那當然就是所有的義務 都在機關者 如果爛掉全部都是機關的責任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像健管管一通 他的那個STD 他們願意去給出來的授權 大概都是到他的自然保護等級 或他的保密等級 差不多就跟健保署 差不多的這些大的機構 那當然小的情況 可能會說 那為什麼不給我們 那當然健保署就說 那如果難掉都是我要負責 那等等 所以就是說這是一個 就是不得不然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剛剛 特別去講說 那些P&P 就是增進特質的隱私的基礎 為什麼那麼重要 就是說如果健保署現在 現在有一套工具 想可以選 從Visual Cloud 就是一個 CZK Full Home Comfort Slee Learning等等 每次的盤還有一個調色盤 那每次有一些的形狀來的時候 我可以證明說 我根本不用分享豬肉Data 我分享Ensite 我不要分享Data 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那第一個 它的保密跟這個 就是 資安的義務 就開始一樣達成 它並沒有多麼新的供應表面 那但是後面它的可用性 就也還是增加 那大家都要了解到這個 就是建築材料的可行性 那到底要怎麼做呢 就是要靠不斷的問責啊 那我們在這個國際上 常常大家問說 那台灣到底用什麼方式 來進行這個 假訊息危害的這個防治啊 那我們就說 就像我們沒有Lock down一樣 我們也沒有Lock down 我們也沒有Lock down 那但是到底要怎麼解決 這件事情呢 我們常常說之前 當然選舉的時候 就這樣子一個假訊息啊 就是 台灣它的審是因為 CIN提供了一種墨水 你如果蓋別人的話 它的墨水會淡下去 但是如果你這個沒有蓋的地方 那個就是墨水會突然間顯形出來 那所以你不管蓋誰啊 最後都是蔡英文的票啊 那 然後 那 當時還有一些什麼 廠票的這個故事訊息啊 那我們當然很愛介紹 市查和中心 它是國際 市查和網路的一個成員 寫了這個 市查報告的270 講說沒有這回事 市場那個整個廠票的過程 它都被運用了 就是他們派得了一個國際的大獎 原來他們發現說這個 這個說這個 唱到4號 到底哪一台4號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過去他們有這麼多的材料 就是我們的開票過程 跟各國都不同 我們開票過程是可以全上錄影的 而且我們廠票的時候還會舉高 讓各個不同的Youtuber 都有真的能夠拍得到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 就是根本的透明性 你如果從一開始就是透明的 表演根本沒有辦法亂算 因為這些Youtuber 你們都想要點擊率啊 所以這些東西它的流傳的速度 它的傳播的速度 根本是包括 那個什麼隱形墨水的謠言啊 如果它在隱形墨水 或險行或隱形的話 這麼多人 忠無愧愧還有錄影的情況下看 根本是這個無法論討 那這個情況下 沒有人可以把計票系統等等 那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口罩地圖 因為口罩地圖 你怎麼不相信 口罩地圖是真的呢 就是靠排你前面 看你後面的人啊 就是說 他看到你 刷了肩膀卡 拿了這件口罩走 他過兩分鐘 看一下地圖 變成不少的酒店 那如果他看一下地圖 發現是他有幾乎多的酒店 他當場就排922了 那這個時候 那是戴1912轉移 戴1912轉移 戴1912轉移 戴1908 那是口罩轉血 那我的意思是 他如果當場就戴1992的這個 態度能夠出現的話 那絕大部分都是事實上的 社群的一份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用一種 激性血透明的方法來做的話 你說我每天健保署公布 要去售出的數據 或是那時候健保署知道啊 我要怎麼樣去查 他的真實性呢 所以這種即時性的參與式共同保證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雖然是從有機農業那邊來到 但是在整個這個資料治理上面 我覺得都是一樣非常的重要 所以重點不是只是個人的同意 而是群體的參與式共同保證者 群體的參與式共同保證者 組成像剛剛講的這些 就是基於資料 而大家互相來去考資料的不正常性 的這樣一個做法 運用像分散式帳篷等等 這些其實的技術 以及從分散式帳篷 社群開發出來的這些 就是能夠一面保護一次 然後一面增加可用性的技術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可服 這些調整的一些具體的一個做法 有兩位朋友想要問說 因為那在推動智慧國家的過程 會儘管會這麼樣子的建立 那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licitization Dollaries 這兩個當然是儘管會的強項 但是Innovation inclusion 就是照顧到所有人 跟照顧到新創者 這兩個確實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 互相符合的一些事情 因為想像新創者 他就是照顧他 想要照顧他一群人 根本不會去管復這件事情 但是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是監管機關的時候 就是一邊是說 他不要創新 一邊是說要追求社會正義 人權平衡什麼之類的價值 或者是說我這邊是說 我的科技必須要 不斷進步等等 但另外一邊是說 不能破壞環境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一直都會有種 他互相拔合 互相剿密的一些價值 但我們的監管機關 其實如果是常任務官的話 就是中間的這根繩子 那邊兩個組長 是兩邊的兩個組織者 對 那所以就是 這個繩子 它當然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說你不能斷掉 斷掉的話 那兩邊也是 沒有辦法互相對話的 必須要保持一個對話的空間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你必須resilient 就是你要有一點彈性 當他們看下去很遠的時候 你要去告訴他們說 你畢竟還是有多少的價值 但當他們越來越走近 好像在監管沙盒裡面 一個現有的player 跟一個新狀的player 他們越來越走近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們 包含這個做出來的雙錢 我可以幫你去推廣 去增幅 那所以也很感謝說 好像在今天過來 就有點像我的office hour 每個禮拜三 就要去跟新床的人聊天一樣 那據說這個情況會 也有派人去跟新床 每個禮拜聊天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做法 因為見面三分請 那你每個禮拜見面 所以留意下來 就是二分請 那是很擔心的這個情況下 就是大家如果有什麼 真的就是難以啟齒的說 如果說我在做事的時候 不免會洗澡 這些事情 他就比較敢跟你講 他比較敢跟你講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幫他找出 那你不要洗澡到任何一遍 等等這樣子的做法 也就是說 有效的夥伴關係 還是建立在說 有一個開放的共同 在一個空間上 去做辦公室 這樣就說 我們把這個圍牆篩掉 然後去讓任何有想法的人 都能夠進來 但進來的時候 不是一下就跳到決策的階段 而是discover and define 就是發現彼此 在意的事情是什麼 一起定義 所對我們來講 都重要的價值 這個是值得花時間去做的 不管是在社會裡面的待遇 或者是更長的時間 反正 如果有共同的價值的話 儘管就不會覺得 好像是創新者覺醒而去 然後我們一隻車子 慢慢的跟在後面 我們是可以先講 說明我就是會 打高速公路燈車一樣 就跟在你後面 兩個車深的距離 那一方面 又保持人家安全 你如果開到一個 完全沒有路的地方 然後你不小心翻車了 什麼要救你 但是二方面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 開出一條新的路來的話 那我在你後面 我是看得非常地清楚 我不是就是已經 只能靠這個事後 看黑盒子 才能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在當時我就可以 送出訊號更新 他說 沒有跳入新的路 大家來走啊 就不會有些 國道養子 等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確保一個 像有UGPS 功能地圖 Data Collaboration 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知道 說 X-Mail的創新 它可以同時消失到 你科學的價值 以及Malachian的價值 還有十分鐘 有一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你古居的時代 遠居教學 以及視訊會 獻上社交工具 實力更加普及 對人來說 稍微創新一下 人際關係會更加 除非呢 還是更加緊密呢 其實我們在就是 台灣 因為學校其實並沒有老大 所以我們只是延後 兩個禮拜開學 確保說 都會有鵝蚊 都會有金 都會有口罩 都會有肥皂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 我也發現說 因為拉起的 確實有一個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發現說 有很多 就是雙式教學 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派有一些小販 本來是會辦一個 吃東西大活動 但是不是 會辦一個線上活動 這個線上活動不是 他關在家裡看 而是說是 在這個通風兩號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人跟人之間 都坐這個 一公尺的距離 其實我們這邊 有把一家的說字 跟一字 好就是兩家都是一公尺的距離 而且這邊是湖岸 所以這個通風兩號 所以都不用帶口罩 那雖三 不用帶口罩 大家保持一公尺的距離 而且可以看到 我們大家都演一幕 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可以保持 這個 社交距離的情況 但是還是有一種 我們在看一個論壇 我們在參加 小組討論等等 這些基本的 Dynamic都可以維持 但是呢 因為它是線上 所以它就沒有 對大人數這個限制 所以說你可以同時 這個六都的朋友都參加 所有的縣市的朋友都參加 也沒有問題 像是巡迴的 社長巡迴 就是這樣子來做 所以它一方面呢 就是人跟人之間 在小團體 本來就跟人家精密 所以跟人家精密 但是呢 看在比較遙遠的地方 因為這種互相投影 互相吃一般的食物和養飲料 相關系 也更加精密 所以就是說 本來遠的更加精密 本來近的 因為人數變少 又更加精密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情況 所以這也是 我們Pair Model的部分 是像 就是像 就是阿南華 瑞典啊 其他的 等等這些國家 我大概都是在告訴他們說 就算你 一開始老大 這個控制出了疫情 你接下來 逐步解封的時候 你還是不要忘記說 人是有一個 在小團體裡面 在小群體裡面 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保持人家人之間的互動性 但是如果這個小群體 覺得 isolated的話 趕快就透過 VDR1號 投影聯合的方式 連到一個更大的 即時的一個事件 甚至我們有一個 經驗咨詢委員 他辦了一個 線上的論壇 就是要每一個市區的 人員 24小時 連續不停 每一個小時 是有一個 沒有哪一個市區 特別有發言權 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 從頭到尾聽完 但是這個情況下 蠻有錄影 在這個情況下 他會覺得 我在同一個市區 好像在同一個村落裡面 這樣有感覺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以往這個方向發展 那5G的話 就可以把我們 從建築物裡面 跟這個建築物裡面 帶到外面 那你還是一樣 能夠即時的去 有人點頭 有人微笑 你就能夠看得到嗎 有這個 有很多朋友說 台灣的電子支付的比率 多少才是合理的 那我覺得大概 在百分之零到一百公間 都是合理的 存在結合理 那對 就像剛剛講的 重點不是說 電子支付一定要去取代掉 傳統的類型支付 而是說 電子支付 對於想要用電子支付的人 來講 應該要比傳統的支付 要來得方便 比如說不要 因為你用了電子支付 你被制伐 這樣子就不妙 那但是 不是說 你不用電子支付 你會被制伐 這樣子也很不妙 那這也不是 inclusion的一個概念 所以到最後 都是可以去選擇的 那當然 就是像 This type of chain 就是給我們一個 很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本來是要純電子 但是後來因為跟 共同一樣 就是我們也發了十本 那發了十本之後 當然 台詢輝就提出了很好的想法 說 現在電地商店後面都有攝影機 我電源給你的時候 我想把這個全商位舉起來 攝影機就會拍到它的流水號 然後就可以去做主機的追蹤 聽起來有點總聽 但是 現在AI成果還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的身分身的背面 如果你是把它這樣子翻過來 焦點連換整 而如果它後面有些是攝影機的話 它差不多就上面的文書籍都已經辨識完了 現在AI已經成熟到這個程度了 所以說 胖強它確實有導力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做了一個信封 那這個信封 就會把券號遮住 用來都能夠去追蹤到這個券號 但是呢 就是這個信封設計得太精美了 而且非常有經驗價值 大家發現說 你把這個裡面全花完了 至少信封可以裡面 然後塑膠面套可以用來裝護照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的那個價值 意義 心理價值 忽然間高過這個3000塊 所以大家都跑去用這個 當然 兩大廠商是願意再加碼一千塊 也很有幫助 大家都跑去用這個 所以當時 我們的內部會有網上就是說 你如果還要留住 電子制服 數位這邊的話呢 那你就必須要印一個 唯一的雷射的方位的貼紙 然後呢 你有這個貼紙 可以貼在你的手機背面 或者貼在你的悠遊卡上 或者貼在你的信用卡上 那這個時候呢 商家跟這個貼紙 給你特別的優惠 數位三倍權優惠 不過呢 後來主機的朋友告訴我說 他們的錢都已經拿去 就是那個佳音這邊 已經沒有錢 還給我這個貼紙了 那不行 那就算了 那我們就這個 這個找了一個 讓大家了解 這個就是 類似一配方 是我們唯一的複製套館 有這個機會 不過沒有關係 未來還有機會 而且還有這個四大選 這個之後引起了電子製作 所以就是說 我想在台灣 就是我們每次 有明星的創新出現的情況 另外一點 就是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我就會說 那我們呢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那明星你來啊 你發明一些行動 就像信封啊 那你發明它的時候 欸我們這邊也不錯 這個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這邊就會說 那實施力也是 說我們下次還真的一個天使啊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開放社服務已犯錯了 那所以這個比率 就會不斷的浮動啊 不斷的飄移啊 那只要每一次的飄移 都是因為更方便 而且更寒柔 那更安全 那我覺得這時候 沒有什麼不好 而且問來指紋 跟電子說不定 沒有什麼分別 然後比方說 如果有那個 南部準已經技術成熟的話 其實說 連大家的家裡 都只有一本書 那你每次按個接 這個就一定有本書 那所以就是說 你還是可以保留指紋 全部的習慣 但是呢 它的同時又可以實行 這個以前是那個 哈利波特裡面 才有的東西 那在目前看起來 那好像已經就是已經做出來了 其實我目前還很貴 那等它比較便宜的時候 我覺得 未來就是十分的數位 而截然二分的這個想法 所以就會覺得 他沒有 那是就是 二零年代的想法 三零年代的五藏想法 這樣子 那 那有一個朋友們問說 單身開放政府 鼓勵犯錯 還沒遭拒 但是做不成 都不能遇不無法接受 所以如果請開放政府 又掌控風險 那簡單來講 就是要有一個殺的吧 就是你有一個外邊界 因為在這個外邊界裡面 好像說 就是勇於這個 自己去領悉的 數位身分 職人生 因為ID的朋友 就是這個外邊界嘛 那因為它有無幾滴的現實 就說是很痛苦滿願的 那所以 就是從我們角度來看 這個痛苦人角度來看 台灣滿願的 那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一定會非常多人 在β的時候 去採用這個β 但是 會是β的人呢 當然一方面 他會告訴我們這個多好用 那二方面 也會告訴我們哪些地方 不好用 那些地方呢 還要就是增進等等 那最壞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所有的β系統者 我們都就是消費重發嘛 那重發之後 你又可以再做一個更好的 就是幫助他的做法等等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是可預補 而且是可接受 因為就那麼多人 那就那麼多傷險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是願意 因為我是OP 我沒有人強迫你去 搶險比 給廣訊公布換法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至少我的concent 實際上我們能夠 承受一定程度的風險 那這樣的話 就非常豐富的風險 但是如果你不是 用up-in的方法做 你用up-out的方法做的話 invent的風險就很高 因為所有的正常性的 這個burden 的負擔都要在你身上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 先從up-in開始 但是up-in如果真的想出什麼 如果想辦法 然後快速的去amplify 去去政府 那政府資料開放的下一階段 方向到底是什麼 我相信有幾個 一個是我們看到 Veta Clipers 就是資料的協作關係 這個變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在中後 每天各聰裡面 為優勝的團隊 全部都是跨國人的 已經沒有一個單一部門 就能夠贏得了 中後每天各聰前 事項的一個團隊 那但是呢 他們在進行這樣子 有跨國人協作的時候呢 像這個應該是 旅行公共募員網的這張圖 它是有實證的場域 然後有現有的社會部門 像通信物資啊 等等這些朋友們 但是呢 也有一些研發的朋友 然後也有一些在國網中信 去提供這個 像剛下的所有的 三線隱私的技術 都是非常少 CPU跟GPU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提供這些東西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下子 就可以看到 台灣即時的這個 數位落下 就是台灣即時的空隙原型 然後這個空隙原型 然後這個空隙原型 還有水平之大 那邊我們馬上就可以 分享給全世界 透過開放運動軟體的方式 來一起達成一些 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中國白天各聰的故事告訴我們 兩件事情 第一個 對內就是不要再特別去分 什麼是公務門創新 經濟部門創新 或社會部門創新 所以這個創新 最好就是把這三個部門 能夠加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創新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對外我們的開放資料 不是為了資料的開放 而是為了解決 全球的結構性的問題而開放 而開放 每一個資料的開放 都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這些解決問題 才能夠很快的 跟全世界的 所有的研究開發的朋友們 一起分享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也只剩了 -5秒 那就像是 政府對 第二大核心產業之中 這個資風訊及序位產業 以及5G級資安產業的 發展重點和方向 那因為這個我實在是 就是已經沒有描述了 所以我們來直接看 就是說我們看 這個主要的方向 就是當然總統這幾年 所有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但是最主要的 還是自動治理 資本安全先進往路 社會轉型 想要達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以創新驅動 多遠包容 循環 永續 以及產業複促之後呢 讓我們可以變成真的 讓我們可以幫助全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唐鳳正偉 帶來精彩的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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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短一個小時 就讓我們會議兩多 讓我們再次掌聲 感謝唐鳳正偉 謝謝大家